老三,我今天的作业给你定的任务完成了吗? 完成了,给你检查检查 你给我布置的这四页我已经写完了 还有学习机,然后已经拍过了,也检查过了 全对啊? 对 这个是新学校布置的暑假作业 今天一共给他布置了四页,都写完了 老三只要是认真起来,他的作业都写得很好看 老三,你觉得你完成的怎么样呀? 很好呀 那你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全部都没有写答呢? 表面上看都写完了,但是这个答都没有写 把这个手按在这个地方写 都说了多少遍了,咱们写作业的时候能不能认真一点? 你这样如果是考试的话都得扣分 昨天我发了一期视频,本来是想教育一下老三的 我看评论区里面不太友好 我希望大家不要拿衡量大人的一个标准来衡量一个9岁的小孩子 其实他就是任性了一点,但是他还是蛮懂事的 老三,大家都在监督你呢 你这次说话一定要算数 以后去做客的时候不要在别人家里面哭闹,听到了没? 好的 妈妈你不知道一张英语我也写完了 休息一会吧 你们终于回来了 对 吃饭就等你们咯 回到家又往床上一躺,走呀吃饭去啊 我不喜欢吃外面的,没几个气氛 那朋友一喊你,你又喜欢去 你以为我真喊你去吃饭去啊,你去给我看孩子买单 找你走 有你开用吗?我那时候了又 我真没关系,我在家吃的又行,家里挺胜肥的 那以后朋友喊你出去喝酒去,没都没有 你委家我闹上去 我也去换一套衣服去,出门了不能穿顺利衣 打扮一下 带着两杯水,当他就不用买水了 现在出门都得戴上口罩 万一去吃饭人家不让劲 让姐姐给帮你戴好 这么小的脸,戴这么大的口罩 小子蛋可自觉了,出门都要戴口罩 你看,出门都不想跑,都得让妈抱着 抱着抱着 哎呀,累是不是啊,腿疼啊 我们小子蛋现在是两岁嘛 你们家有没有宝宝跟他一样大的 然后他最近总是说腿疼腿疼 是不是那种双掌痛呀 弟弟戴着口罩他闷得慌了 我们摘下来到地方再戴好不好 弟弟是一个有原则的人,都不摘 老大,你不是要吃香善拌放吗 赶紧拍上给啃两口 弟弟随随随随 好吃吗 辣 姐妹娘,好吃吗 好吃 四楼 看看大村的安全意识多强 走了 我们现在已经到地方了 直接往里进了 香善拌饭 看看刘二妮多有眼神 给弟弟拿了一个宝宝鱼 我妈妈一步 哇,好棒好棒 这个是手机扫码点餐 看一看想吃什么点什么啊 这鸡蛋给谁吃呀 我啊 好 这个紫菜蛋汤是免费的 打开抽屉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餐具 还有餐巾纸 小老三照顾弟弟可细心了 又是给弟弟擦腿 又是擦嘴 哈哈 小心烫啊 好 还开着锅呢 滋滋冒油 看着就很有食欲 蒜蓉大虾 你们猜一猜这是谁的最爱 这个牛肉拌饭 你看料足不足 你把它拌一下 好 雨欣你也吃呀 先把弟弟喂饱才行 怎么样好吃吗 好吃 就那个味 老三你尝这个好好吃吧 这个海鲜豆腐汤也超级的好喝 给他们一人来一个小碗 你做什么吧 这也很好喝 老三 你为什么把嘴巴张这么大 哈哈哈 香 刚刚遇到了两个粉丝 然后给我们送了饮料 那两个男孩 老大 你给他们点两个菜送过去 行 你俩是不是吃完了呀 吃完了 带着弟弟出去玩吧 行 老大这饭饭你还吃不吃了 不吃了 那我吃完了 好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饭了 刚才给粉丝点了两个菜 然后他们没吃 直接就跑了 让服务员把这钱又退给我了 整得我挺不好意思的 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饭了 看看 夜市已经开始了 一片繁荣的景象 从这边 一直到那边都是的 非常热闹 看看弟弟 看人家在吐口龙呢 看得多认真 你想不想拖鸭 嗨 这边全部都是车在香水 香不香 太香了 买一个挂在我们的车上 行 这两个是我们从这里面挑出来的 好不好看 两种香味 我们现在要回家了 正好我们正在逛的时候 大娘来找我们玩了 打个招呼啊 嗨 嫂子 嗨 大家好 这是我们今天套拳的收获 一个小鸡牛 还有一个小汽车 还有一个冰冻冻 他们的两个全部都是存钱贯 对 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拜拜 开不开心 开心